薇薇是我的大学同学 酷爱丽余佳 她生的妖娆性感 更重要的是 她找到了一个多亲的老公 成为我们大家羡慕的对象 而她的同学小诺曾是人人现眼的笑话 可现在肚子上的坠肉明晃晃地提醒她 曾经的光环早已远去 如今她不过是个负责洗衣做饭的黄脸婆 小诺大学一毕业就嫁给了丈夫若冰 婚后两人男主外女主内 日子虽说不是大富大贵 但一家三口在这个城市里有车有房 也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更何况平时还有公婆帮衬 小诺带娃的压力也小了很多 几年下来 虽然爱情的新鲜感已经趋于平淡 但她们像无数对夫妻那样 习惯了爱情渐渐转化为亲情 按部就班地重复着每天的生活 不过夫妻俩谁都没想到 一次普通的同学聚会 竟会让原本的生活发生改变 这天小诺和大学同学威威几人聚会 几年不见原本平平无奇的威威 此时光彩照人 不管身材还是脸蛋都保养得当 水嫩润滑 更让人羡慕的是 威威嫁了个多金且出手阔绰的老公 光身上背的包包就价值不菲 看着如此顺风顺水的威威 小诺既羡慕又嫉妒 明明上学时对方样样不如自己 而现在对方成了吃喝不愁的贵妇 自己反而成了围着老公孩子转的家庭主妇 为了演示心里的不平衡 小诺借口接孩子赶紧离开 可是威威的炫耀却在她心里扎了根 不仅让她对自己的皮肤和身材感到焦虑 而且还把对生活的不如意转移到丈夫身上 整日忙于工作的丈夫 无法理解毫无压力的妻子 为何如此阴阳怪气 两人站在各自的立场大吵了一架 最后又各自平复 不冷不热地回了家 第二天上班 心情烦躁的若冰又被老板训了一顿 正当她觉得事事不如意时 对面的位置来了一个打扮性感的美女 对方魅惑的眼神轻轻一扫 若冰顿时觉得口干舌燥 中午用餐时 美女主动跟若冰走到一起 并介绍自己是新来的员工丽丽 请前辈多多指教 被美女主动恭维 让若冰的虚荣心迅速膨胀 立马以职场老大哥自居 不仅传授业务上的相关知识 还承诺下午带莉莉外出见客户 可没想到的是 下午若冰竟然直接带莉莉来的酒馆 还大言不惭地称 见客户要把握时机 像这样喝喝酒聊聊天再好不过 接着还假接看首相的名义 跟莉莉有了肢体接触 两个成年男女 早已猜出了对方心里的小酒酒 都借着喝酒半假半真的演戏 一番园狱之后 若冰穿戴整齐 并告诉莉莉 自己已有嫁失 今天的是你情我冤 希望不要过多纠缠 随后若冰踩着平常下班的时间回了家 可是已经出轨的人 还能回到正常的家庭生活中吗 女人撩起裙子 露出性感的黑丝袜 眼神魅惑地看向丈夫 想给对方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日 却不知就在回家之前 丈夫刚刚背叛了他 小诺没想到会被若冰拒绝 虽然不满 但也很快调整情绪 说起了其他事情 她告诉若冰 想去健身房练习瑜伽 剪掉肚子上的坠肉 没想到对方根本不解风情 不过因为出轨 对妻子心怀愧疚 若冰最终还是答应了 小诺学习瑜伽的要求 但这还没完 因为听从巍巍等人的建议 小诺决定让父母带孩子 自己开个茶叶店 当以后赚钱了 赶在女儿上学前换个学区房 并且越说越激动 让若冰干脆辞职 两人一起开店赚钱 若冰无法沟通 他这想一出是一出的想法 但考虑到工作上屡屡受挫 也思考起了事情的可能性 第二天 若冰跟同事探讨开茶叶店的事情 同事告诉他 自己有亲戚做这行 一年下来赔了十几万 而且现在实体经济不好做 劝他慎重 听了这话 若冰立马打消了开店的念头 决定踏踏实实地继续上班 晚上 威威和老公前来做客 劝他们在新开的楼盘 买一套学区房 小诺瞬间心动 但得知价格后不得不熄火 还话里话外 嫌若冰赚得少 若冰在一旁非常尴尬 只好拉着威威老公去外面抽烟 原本若冰还觉得自己不如对方 但得知威威那一万三的包 是他老公花了一千块钱 买了的高房品 瞬间心里就平衡了 临睡前 若冰告诉小诺 自己暂时不打算离职 我是觉得呢 你那个开茶叶店的事 太不靠谱了 我一个同事跟我说 这行啊 现在十分难做 你同事说不靠谱 你就不想做了 我在你心目中 还不如你的同事吗 你听你同事都不听我的吗 这一晚 俩人因为此事再次发生争吵 第二天 家庭的事情 还是影响了若冰的工作状态 看着他一副焦头烂额的模样 粒粒主动邀请他 下班之后去喝一杯 俗话说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若冰想也没想 便答应了 与此同时 家庭的矛盾 倒没有影响小诺的健身行动 健身房的工作人员 给他安排了一位 长相帅气的男私教 对方成熟温柔 让小诺很有好感 再加上俩人还经常在地铁站碰见 一来二去 随着接触见多 每当面对私教时 小诺都有一种小路乱撞的感觉 他知道 那是久违的心动 这让他既害怕又期待 这天 小诺来到图书馆 没想到竟在这里偶遇了私教 看着小诺娇羞的模样 私教邀请他去自己家做客 虽然想到了 一旦答应将意味着什么 但也许是想大胆放纵一回 也许是想找回对爱情的期待 小诺并没有拒绝 女人来到私教家做客 面对对方的拥抱 一句还迎 最终在男人的公事下 忘记了身份 忘记了家庭 做出了背叛婚姻的事情 自那以后 小诺精神焕发 脸上总是带着不自觉的笑 脑海里也总会想甜蜜的一幕 但是在丈夫面前 她又觉得愧疚 差一点就说出实情 面对小诺的异样 若并并未多想 因为心里有鬼 她认为自己才是该说对不起的那个 为了让小诺放松心情 周末她带小诺去逛动物园 重温二人世界 在大自然的怀抱里 恋人忘记烦心事 找回了恋爱时的感觉 感情渐渐回温 眼看时机成熟 罗宾坦白了跟莉莉上床的事情 并解释自己那天压力大 烦躁 但是自己一直都爱着这个家 她本来做好了迎接暴风雨的准备 可没想到小诺的反应却非常平淡 这边夫妻俩还在争吵 那边薇薇两口子又上门来做客 得知若冰不同意买房 薇薇立马却让自己老公听话 让她往东绝不敢往西 这些年 薇薇隔三差五就要来他们的生活里搅和 若冰早已忍无可忍 于是一气之下不再留情面 这番解释的话 立马赶走了薇薇两口子 但也让小诺大发雷霆 认为弱冰让自己同学太难堪 两人再次爆发了激烈正常 小诺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直到天黑也没回家 第二天早上 若冰出门上班时 发现小诺像往常一样在厨房里忙碌 两人默契的没有提昨天的事 而是温情的拥抱在一起 也许内心都带着愧疚的两人 都愿意让往事翻篇 继续回归家庭 过着柴米油盐的平淡生活 毕竟婚姻需要理解 接纳和包容 饭桌上再次提起买房的是 两人不再针锋相对 固执己见 而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这让他们感到无比和谐 但是这样的温馨并未维持多久 就被突如其来的意外打破了 因为解决了家庭矛盾 若冰的心情非常好 下班后和同事多喝了几杯 可错就错在他选择了酒驾 因为昏昏欲睡 半路发生了车祸 小诺等在抢救室门口 此时 两人一路走来的点滴浮上心头 他才终于意识到 看似平淡的婚姻生活 其实是多么难能可贵 一直陪在自己身边的若冰 又有多么重要 如果若冰能够平安度过此节 他再也不会嫌弃他 而是要加倍珍惜他 爱护他 三个月后 若冰康复出院 经历过生死劫难的一家人 更懂得了平安团聚的意义 他们在草地上嬉戏 不再计较赚钱多少的问题 也不再想更换大房子的事情 只安心地享受当下的美好 因同学潘比 引发的一系列婚姻矛盾 不禁引人思考 在婚姻里真正能让人幸福的 到底是无可比拟的物质条件 还是和谐美满的夫妻关系 物质的充盈或许能满足人的虚荣和面子 但却代替不了 琐碎生活里的理解和包容 两个人都在半路脱了鬼 好在经过各种波折后 他们找回了彼此在生命里的意义 选择爱与接纳 让生活重新走上了正轨 好了 小五今天就得不到这儿了 亲爱的们 喜欢小五电影得不得的 请点赞转发关注哦 么么哒 下期见咯